哈喽,大家好,我是六二手 其实上回给大家说 上回说到了一个 二叔 小翠 一块回来了 二叔征风三马 回来了,有点疲惫 小翠呢,黑敏了 然后呢,就是 跟二叔说了,二叔说呢,就是 让二手啊 就让我带着他去玩会儿去 让二手帮你哄回来,他会 会哄敏,他会玩 小翠呢,因为 他跟我也不熟 然后那个 也就是这一两天 刚接触到 他跟着我 他觉得也有点尴尬 然后他就跟二叔那腻鼓 就说我不去 我要陪你 要不你跟我一块去 二叔说 你去跟小手带你玩会儿去吧 那个 我这累了 想休息休息 小翠呢 一看呢 二叔不想跟他一块 就是二叔想单独待一会儿 然后呢,就说算了,拉倒吧 那一会儿要是红的米的话 我给你买块表 二叔说行 去吧去吧 可能二叔啊 蒸桑拿,蒸的血压有点高啊 想那个 因为确实是你 蒸桑拿嘛 那个热啊 咔咔往里头一浇水 有些时候我这 蒸完桑拿都受不了啊 都都有点头晕 得喝点水 和我二叔能拿碎油啊 小翠呢就跟着我走了啊 我说你知道二叔喜欢,就走出房间啊 我说你知道二叔喜欢什么的表 你就说给他买表 我买块儿 欧米加呗 我说二叔最喜欢的啊 是百达斐利 二叔那收藏了好几十块顶级百达斐利呢 那一块百达斐利至少二十多个W 那能 你说买就买 最后是我帮你红米 你给二叔那买表 你当好人了 他说 不愿意管算了 我说没说不愿意管 我说你一天哪 你想讨二叔 你也得知道他喜欢什么的 说着说着呢 我们就往那个 楼下那个菜市场里去走 走菜市场呢 我就跟他说 小翠啊 你跟二叔认识多长时间了 他说你管着吗 用得着你管吗 我说 没有别的意思 我说我觉得吧 你对男人就是欠缺点了解 他说 那你说 你说我哪不了解 我说这个老灯啊 当时我说落嘴了 就说成老灯了 我说这个男人岁数越大了呀 他不希望你粘着他 刚才二叔为什么让你走 你不知道吗 他说我不知道 我说就你这样一天哪 那还傍老灯呢 我说呀 这个岁数大的男人啊 他对女人的需求啊 仅仅就是在床上 岁数大的男人 他对女人的需求是什么呢 就是在床上说 咱们两个可以 天人合一啊 咱们合二为一 对吧 咱们是可以解体 合体 成为一体 但是呢 除此之外 咱们最好都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个体 你成年你老黏着他啊 动不动还要一会儿 红的名给他买表 他未必对你上心啊 到了这个岁数男人 我跟你说 我是男人 我最了解男人了 我跟你说小翠啊 你就除了 在这个房间里 在床上 把他伺候买了 剩下的事 你一概不搭理他 不搭理他 什么买表啊 虚寒问暖 你一律不理他 你就给他拿捏了 到他这个岁数 他除了对他 床上那两下子 还干点兴趣之外 剩下的他对女人身上 其他东西 他不感兴趣了 你成年对他虚寒问暖啊 给他买东西啊 去哄着他呀 他反而烦你 你信我的啊 你就从现在开始 你就不理他 哎 你就不理他 除了跟他 在床上腻捂会儿 其他的事 你一概不问 你看看 他保证爱你 爱到骨头里 啊 小翠看着我呢 说瞧你这样吧 说的还一套一套的 二叔说你会玩红蓝 那你玩又给我看看呀 我说我玩红蓝 那当然有两下子吧 对吧 你那个什么 你以前来过骂蛤吗 我看今天你玩的时候 也也懂点啊 他说我这是第三次来 啊 我说行 我说那你平时怎么玩啊 他说我也没什么感觉啊 我就是不是 我我也没什么技巧 也没有什么心得打法啊 就是凭感觉玩 我说那我今天就给你上一课 他说那你来呀 我说那行 我说呀 今儿先交给你点浅呢 先交你点最浅薄的三猪鹿 我说他说什么叫三猪鹿啊 我说三猪鹿就是每三口排位一组 这一组呢就叫三猪鹿啊 咱们就是以红蓝蓝和蓝红红这样的为主 嗯 他说那怎么玩 他说玩的时候呢 咱就得找出七五点啊 比如说这个啊 上三口出的是红蓝蓝啊 然后呢 从看第四口啊 红蓝蓝为一个三猪鹿为一组 再下一口为三猪鹿为一组 下一口三猪鹿第一个咱看他出的什么啊 红蓝蓝 然后又出了一个红 那咱们 就是说咱们这个三猪鹿 新的这一口三猪鹿第一个就是红 啊 第一个是红呢 咱们就再推就是这三猪鹿上第二个了 第二个咱就推个蓝 啊 推个蓝 如果这口呢 咱们红了呢 咱就先收 咱停 咱等下一个三猪鹿出现 如果呢 他黑了呢咱就再来个double啊 就marble一下蓝啊 如果红了呢 就再等下一个三猪鹿 如果没红呢 哎 咱们就先休息一会儿再看啊 行 然后呢 推到蓝上啊 我呢就浅浅的推了五W 直接呢就红脸了 哎 我说红的时候咱就歇一会儿 歇一会儿等下一个三猪鹿出现啊 出现完之后呢 然后呢 咱们就等那个 哎 第一个三猪鹿出来之后 咱们推第二个 啊 推第二个 第二个呢 跟第一个呢 反着推 第一个它出现的是那个红 咱就推蓝 出现蓝 咱就推红 好吧 啊 你就这么着一个三猪鹿 一个三猪鹿的 唯一组这么着去推 我都不用我推啊 我说小丑 你自己推啊 你看看这个 这一晚上下来 你看看啊 你看看你 能红多少 呃 住面孙太 给自己掌握啊 方法我交给你了 好吧 小丑说 瞅你的德行 真的假的呀 你推吗 我什么都不管了 你推 推完了 你今儿红的名 你还能跟二叔那炫耀一番 说是你专门给他赢的钱买了别 啊 但是我建议你别买 啊 呃 然后呢 小丑呢 咔咔咔咔 就按照我说那个推啊 就是三猪鹿打法 咔咔咔咔一推 啊 很快呢 小丑呢 就 虽然说有红有黑 但是红多黑少 啊 然后呢 红了大概有六十多个W吧 啊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开始换这个菜厂的班 就是我们那桌那个班长啊 就是换班啊 换新班长来了 啊 之前那班长呢 下去休息了 啊 新来的班长呢 就是 留点那个个色 啊 有点个色 就是 那个头啊 剃了一个 怎么说呢 就是半寸头啊 比如我这儿吧 看啊 这儿都剃的那个 烂七八糟的 啊 就是有有有那图案什么的 我也不知道这样的人怎么 就是这一用一表 弄成这样 怎么还能当班 班长啊 这菜厂里头怎么 不不管管那个 啊 就这个班长 这一用一表吗 是不是啊 你上岗上班来了 你 就这形象就来了 啊 那脑子上啊 是一大手印 就是这个 他 他这个头发是怎么剪的呢 我是这么理解的 啊 就是说这个美法师 他剪的时候啊 他把这个手啊 就弄到这儿了 然后咔 把这个 这中间的位置 都剃脱了 都剃脱了 然后把这手拿开之后呢 这脑门的 这是一个大手印子 啊 就那么一个造型 你知道吧 哎 当时那班长就那样 啊 我一看这班长不行 啊 太杀气 就是说 我就觉得就是 看着他 我就那什么 犯线啊 就是不舒服 咱们啊 呃 先先先 甭玩了 啊 先甭玩了 那个 呃 这个时候呢 小翠儿呢 就说 为什么呀 我说 这个 班长不行 啊 小翠儿说 呃 那 哎 你怎么 什么都懂 你怎么 什么都能看出来呢 我说 那可不是吗 这俗话说 澳门一年 人间十年 啊 你在澳门混一年 比在大陆混十年 那经年都租 啊 他说 嘿 那你这人有点意思 我说 有意思吧 你说 我今天啊 小翠儿 你一开始 你出来的时候 你还不信任我 对吧 然后我今天呢 又教你怎么拿捏 我二叔 又教你怎么 打这个红蓝 你说 你是不是得谢谢我 小翠儿呢 听到这话呢 把那腿这么着一翘 那就是这么着腿 这么着 咔一样翘上了 然后呢 凑到我跟前 离着我这个脸呀 就只有那么 这么五公分的一段几率 说 那你想 让我怎么 谢谢你呀 我当时一看 他那表情呢 我说 呦 我说 这就服了 请开始你的表演 然后呢 然后呢 我就 他呢 就笑 我说 你饿不饿呀 要不咱们吃点东西去吧 他说走 然后呢 我们就从菜场 那就出去了 就从菜场 那就出去了 到哪去了呢 打了个车 到那个路环的那个 安格路弹塔店 买了一份弹塔 就找了个地儿呢 就找了个底子 就开始吃上了 我说 你以前来这时候 来过这家店吗 他说没有 我说 其实你别看我 来了这么多年 我们今天 我们第一次来这吃弹塔 他呢 觉得挺兴奋 他说 我说这个弹塔店啊 以前是那个 两口子 男的叫安格鲁 女的叫那个 女的叫什么来着 女的叫马加丽 后来俩人离婚了 就是各自开了个店 然后 就这样 他说你知道的还真多 我说那可不是 我告诉你啊 小村 你一来的时候呢 我看见你 那时候呢 你身上有几根毛 我都看清了 他说 那我身上有几根毛 我说 你应该也是 社会最底层出身的吧 这个时候呢 小村呢 好像情绪化了一点 他呢 就说 说了很多 他说 你说 二手 你怎么看出来的呢 我说啊 刚才 咱们在菜场的时候呢 你把那腿一翘 问我说 想怎么 问我想 怎么 让你怎么谢我的时候呢 你那高跟鞋 搭了下来了 看见你那后 后脚跟的一个位置 丝袜破了一栋 一般呢 女孩子呢 丝袜有破洞 一般都是社会底层的 出身的 他说 丝袜有破洞 那就是社会底层的 我认为好多那个富二代的妞 那丝袜上都勾丝破洞的 有的是 我跟他说不一样 富二代 有钱的女孩 他勾丝破洞 那洞在腿上 穷人家的孩子 他那个丝袜 要有洞 要有丝 他在鞋里边藏着 啊 他说你还真有研究 我说那可不是吗 这就是锻炼出来的呀 什么东西 他都是阅历 啊 你得懂 我说 今天夜色这么好 啊 反正 又剩咱俩一人 不是 就咱俩又孤男瓜女 要不然你讲讲你的故事 我也想听听 我觉得你也应该是个有故事 他呢 就说 哎 打小的时候呢 父母离婚了 啊 就是 父亲呢 就是南下 去广东做生意去了 就没管他们母女脸 后来呢 就是他父亲呢 就是在广东那边呢 就包二奶呀 啥的 最终离婚了 啊 离婚 他就跟他妈过 他妈呢 又改嫁了 继父呢 对他也不好 然后 就是他对这个 怎么说呢 反正就是 呃 是吧 就那样呗 就是 心理上的话 受到很大伤害 啊 这个人整个这个三观呀 也得到很大改变 嗯 然后呢 小时候呢 经常学曲艺啊 就学跳舞啊 学点那个 唱那个三弦啊 唱点京剧什么的 然后呢 想往曲艺这方面呢 去发展 但是呢 呃 找了好多那个 老师啊 或者说一些大家名门呀 人家都说什么呢 说孩子不错 公敌也不错 但是呢 人家要名 你知道吧 就是你在这些 在曲艺界呀 或者什么的 你想拜哪个大家为师 你得给老师名 给我拜师费啊 他拿不出来 后来几经周折呢 就是经人介绍呢 就是说认识我二叔了 啊 觉得我二叔这人呢 对他挺好的 就跟我二叔一块学 我说哎 那挺的 你这就算是命好了 我跟你说 小翠 咱们都是成年人了 我这么跟你说 这个女人呀 她这辈子 她怎么着 她也得跟男人睡 你说你跟谁睡 她不是睡呀 那有的女人呢 她能睡出钱 睡出名气 睡出她想要的东西来 那有的女人 她跟男人睡了一辈子 还什么都没睡出来呢 小翠听了这个呢 跟我说 去你大爷 哪有打铲啊 我说 我这人叫说话 实话实说 然后呢 穿的哪呢 我就说 咱们呢 就回去了 就是说 你呢 去赶紧跟我二叔那 交差去吧 红了六十打不了 也差不多了 澳门这个地方啊 什么时候算是够 对吧 你得有节有完 然后呢 我们又打车呢 又回酒店 她去找我二叔去了 我自个儿呢 还是一人 睡了个房间 这一天呢 就这么着 结束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说到这 下个视频呢 我继续给大家讲 拜拜